《賣笑的傻瓜》這首歌 我覺得它要表達的應該是一個 還滿淒涼和心酸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大家如果有看歌詞 應該就可以感受到那個情緒 那這首歌 這首歌我覺得應該是我 這個十年的音樂深海裡面 就是應該是最難唱的一首歌 然後它難的程度超越了 《Fighting Neverland》 超越了《櫻花雪》 超越了《氣球》等等 這首歌它的難呢 除了因為它的低音跟高音的Range 非常寬之外 它的那個我寫的旋律線 它也是沒有那麼符合人體工學啦 也沒有那麼好唱 然後當時一寫完 寫這首歌覺得是一個挑戰 想不到唱這首歌才是最大的挑戰 然後我也有曾經想說 這麼難唱的歌 那我到底是要放在專輯嗎 那以後唱現場的時候不是會很累嗎 可是我又覺得它竟然是一個挑戰 然後又是很喜歡的作品 所以真的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所以真的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首歌 除了唱之外 編曲聽起來雖然很簡單 但怨氣就只有鋼琴 好像弦樂三重奏 可是其實它卻是一首非常複雜的 非常複雜的歌 因為它的 它一直在換Tempo 那當一首歌沒有一個固定Tempo的時候 對於編曲人來講 它那個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所以這一次呢 也很感謝George晨熙 他幫我編了一首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Veddy的這首歌 我覺得很...就是很悲傷 然後我很...我自己是很有感覺 那我編了其實很久很久 因為從我答應到現在 交給他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也很不好意思 可是因為這個歌給我有很多衝擊 因為它在速度上 它有很多變化 然後呢 還有就是 也是我編過最少東西 然後編時間花最糗的一首歌 它的主題是一個感覺 是一個很悲傷的一個... 的一個背景 然後又要有這個好像 在戲劇裡面 好像舞台劇裡面的那種 配樂的形式 那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古典的東西 所以我就加了一點點 我就跟佩儀說 那... 這個肩奏可不可以加一點 那他也覺得不錯 我覺得最有助 所以其實... 那今天...到今天 佩儀來家裡跟我一起 最後翻入了還是這個編曲 然後我很開心 所以我跟... 交妹她 感覺都很... 希望她這次戰績能夠成功 然後我也幫... 希望我也有幫我拿的夢 希望在這首歌裡面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我們想要傳達的 比較... 比較劇場的感覺 或者是比較... 電影... 電影的感覺 那個情緒是... 那個起伏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 從前面的很安靜 到後面的很激躍 然後... 這真的是一首我做了 覺得非常辛苦的歌曲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聽聽看